坦克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称之为陆战之王 是地面突击的尖刀利器 在二战中达到了顶峰 但与之相随的便是坦克无用论的诞生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 该观点更是有位盛行 今年随着俄乌战争中 俄军坦克被乌军单兵反坦克武器频频打爆 再次将该观点推到了顶峰 那么坦克真的无用了吗 为什么该观点会如此盛行呢 未来坦克该何去何从呢 今天大兵就是要为坦克证明啊 其实关于坦克无用论 似乎从坦克诞生没多久 便一直被一些所谓的军事分析家大肆宣扬 在一战期间 为了打破阵地战的僵局 英国设计师提出了一种能无视敌方炮火和崎岖阵型 轻易突破德军地面防御的履带式车辆的设计 之后迹经改进 1915年9月 小威力一号车林肯号研制成功 世界首辆就这样诞生了 而真正意义上投入战场使用的首款坦克 也是由英国在1916年生产的马克一型坦克 该坦克也被称之为坦克鼻祖 在当时各国都还倾向于固守阵地 蹲在战壕里面 你一枪我一枪的时候 坦克特立独行 选择了主动出击 以后视的铁甲硬扛炮火 让自身成为士兵的移动掩体 为其开路 再加上坦克所安装的各式武器 阵地战很快就被各国摒弃了 因为在坦克面前 固守战壕就是在送死 不过虽然坦克的效果非常好 但在初期却并不被所有人看好 不少人对这种怪胎持怀疑态度 可悲的是 坦克的创造者英国 虽然是第一个发明坦克的国家 也是首个组建装甲部队 实业精致的国家 但英国在1929年 也成为了首个解散装甲部队的国家 当时英国战争办公室向外宣称 坦克在未来不是一款优秀的武器 之后随着首批反坦克武器的出现 该想法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在1934年 时任英国防务大臣 甚至对坦克的未来 表现出了非常悲观的态度 他认为 就算是新移装甲最厚重的坦克 在反坦克武器面前 也是鸡蛋碰石头 不过这种想法在德国却并不被认可 在英国解散装甲部队时 德国开始对这种防御力强 获力强大 机动性高 并且还能够作为步兵移动掩护的武器 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兴趣 虽然作为一战的战败国 这种能够轻易改变战场局势的武器 德国以开发轻型拖拉机的名义 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装甲无敌之路 在二战期间的闪电战中 德军坦克配合俯冲式轰炸机 横扫了整个欧洲 为德国陆军扫贫了一切障碍 德国陆军装甲部队 也成为了当时的最强部队 使用最多的 便是德国自研的虎式重型坦克 在这期间 那些鼓吹坦克无用的专家 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然而当1943年库尔斯克会战中 苏德两方近8000辆坦克绞杀在一起时 英美依然不看好坦克这种重型武器 特别是在英军的装甲师 在意大利南部没能取得预定战果时 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一度暴躁宣称 我们的坦克就是一对垃圾 可是纵观整个二战 在诺曼底战役之后 如果没有英美两方的坦克部队开刀 盟军部队根本无法短时间内攻入德国 与此同时 当年那些认为坦克杀手获得的战绩 还不如坦克正面对抗的领头 二战结束之后 1960年 英国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 曾这样说道 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 英国每次宣布坦克无用时 每次坦克较劲入坟墓时 人们都会反复将其从棺材里 抬出来保护自己 坦克诞生的最初几十年里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虽有着众多质疑偏见 但陆战之王的宝座 一直被坦克莫属 由于战后 已经很难再有大规模坦克集训对决 再加上各式反坦克导弹 以及武装直升机的崛起 人们再次开始怀疑 坦克陆战之王的地位 而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也帮助了那些所谓的军事理论家 印证了他们所鼓吹的坦克无用论 由于在六日战争中 第三次中东战争 与军在有了使用坦克 击溃阿拉伯军队的经验以后 他们便对坦克产生了严重的依赖 但以色列不知道的是 埃及已经用了更强大的装备 其苏联开发的AT-3轻型反坦克制导导弹 由于埃及列装了苏制反坦克武器 导致以色列的装甲部队损失惨重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 就损失了数百辆英制百负长 和美制M60处断坦克 虽然最终战争还是由以色列获胜 但是仅从陆地作战方面来说 以军的坦克部队算是一败涂地了 并且是被反坦克武器击败的 战争结束以后 坦克无用论的再次被提起 但是这些所谓的专家 根本没有注意到 以军在战术方面的失误 他们的装甲部队在推进时 基本全靠坦克 根本没有正规的步兵协同 数百坦克直接暴露在 埃及反坦克武器的射程之内 这种情况之下 埃及军闭着眼睛都能够记住目标 再加上之后的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以及阿富汗战争中 坦克提到的作用微乎即微 基本是依靠空军 精确制导炸药来完成的 坦克无用论更加深入人心了 之后 土耳其装备的豹2A5 也没能逃过被击毁的命运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强大的M1A2 也挡不住RPG的激活 纳喊冲突中 坦克更是被无人机随意点名 再加上这次俄乌战争期间 俄制坦克在路边燃烧 炮台与车身身手益处 标枪 NLAW等新一代便携式反坦克武器 被乌军使用的神乎其神 仅为一枚价值数万美元的单兵武器 暴费俄军一辆价值近千万的主战坦克 怎么算都是那么划算的 再加上现代战争的战场 似乎逐渐从荒野平原 转移到了高楼遍地的城市中 铁星庞大 防空薄弱的坦克更难施展开来 难道说 坦克真的没有作用了吗 现今坦克无用论的论调 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 坦克就是一个脆皮 容易被各种反坦克武器 或者无人机针对 面对这种观点 大兵有些不明白了 他们从哪点看出来坦克脆了 脆在哪里啊 要知道坦克已经是 陆战中最硬的武器了 大家知道 陆战中最难对付的硬骨头是什么 是大规模装甲集群 那些反坦克武器之所以专门针对坦克 就是因为坦克太过强大了 你可能看到 俄制坦克在车臣或者俄乌战争中 被对方用无人机和RPG 按在地上打 你可能看到在争东战争中 美军的坦克也时常被原始武器爆破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些都是从几百上千次的战斗中 精挑细选出来的势力呢 这些时间发生的概率又是多少呢 与这些战力相比 又有多少RPG使用者 被协同步兵扫成了筛子 有多少反坦克小组 被坦克先发制人 平时坦克神党杀神的表现少吗 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 那还有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呢 大兵先不说你制空拳 制电磁拳能不能够拿下来 就算拿下来了 步坦协同是吃干饭的吗 现在的单兵防空武器性能可不差呀 俄乌战争期间被打下来的俄军直升机还少吗 而且如果防御力最强的坦克都扛不住 那么路上还有什么比坦克还能扛呢 你连坦克的防御都看不上的话 要么你能造个无敌的能量护盾 要么你就是个假军民 所以抛海体系谈作战就是耍流氓啊 任何武器都不可能独自对抗一些 说到底 坦克在战场上属于消耗品 并不需要追求无敌的防御 而是要融入各种体系化作战体系中 他承担的是突击集团的先锋作用 至于空中的直升机 无人机等目标 有其他防空武器应对 这便是体系化作战模式 不强调让单一武器成员多面手 也不强调让坦克成为无敌的战神 而是选择让各类武器发挥他们的作用 组合成一个既能进攻又能防御的体系 进而发挥体系化作战模式的优势 还有就是路上所有的反坦克武器 包括武装直升机 并不是说能够百分百压制坦克 也并不能百分之百击杀坦克 坦克面对着他们有着一定的反制手段 比如说烟幕干扰弹 主动防御系统等等 其二 城市巷战中坦克容易被针对 怎么说呢 踏兵感觉这里又太牵强了 世界上可不是只有城市地形啊 大部分的战斗还是发生在各种平原荒野 在这些地形上 钢铁洪流确实很强 另外 就算是城市巷战 坦克也必不可少 没有坦克的话 步兵的支援重火力从哪里来呢 用什么打敌方的固守点 拿什么当子弹呢 难道还用后方的炮兵和飞机吗 或者那些限大皮薄的步战车呢 大家要知道 轻步兵一旦遭遇敌方重装甲目标 很多时候是会被轻易碾压的 再说了 坦克也能为了城市作战 而开发出有针对性的城市战坦克 就比如英国专门开发的爆2PSO 有人说 城市作战最大的错误 是将坦克开进城市打巷战 但你知道城市作战最大的绝望是什么吗 是你在打巷战的时候没有坦克 另外 坦克还有着很强的通过性 为何现今所有的主战坦克都是履带时呢 就是因为履带的通用通过性是最强的 依然是那句话 刨开体系谈作战就是耍流氓 大部分作战和后勤保障部队 例如维修部队 防化部队 防空部队等等 都是以坦克部队为战术中心的 为何会出现反坦克壕钩 反坦克雷场 反坦克装呢 就是因为以坦克为核心的体系太强了 不针对根本就没法玩 第三 执行突袭任务时 坦克掩护步兵突进的功能 可由不战车 装甲车等其他方式解决 看到这个观点 大兵实在是头疼啊 坦克那么厚的装甲都被敌方打爆了 不战车那几十毫米厚的装甲扛得住吗 不论对面是火炮还是火箭筒 坦克扛不住的话 不战车更没用 甚至扛不住大口径重机枪的扫射 真要硬上 只会被一窝断 再说了 现今坦克的速度并不比不战车差多少 各国主转坦克的时速 大多在60到80公里 而现今最快的不战车 时速也就100多一点 大多数还是在70到90公里之间 如此一来 速度没有超过多少 火力防护力又远远不如 不战车拿什么替代坦克 只是凭剑多运送几个士兵吗 其次 坦克的火力投送能力 防御能力 机动能力 能够由其他武器装备替代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坦克所具备的能力 强悍的防御能力 战场支援能力 高机动高火力投送 以及第一手战场形势感知能力 这些哪种武器同时具备 至于炮兵部队 先不说重炮每次打击前 需要多少时间在后方布置阵地 骑美轮打击完成以后 就必须最快的速度撤退 然后重新找敌方 从头开始布置 只要赶不动或者跑慢了 对方炮兵和飞机可不会手软 毕竟炮兵的防御能力几乎没有 生存能力也只能依靠机动性 这也是为何会诞生自行火炮的原因之一 而且几方炮兵不光要照顾前线部队 还得想办法应付敌方的同行 这样一来 在前方火力投送的强弱 可靠性 及时性方面 炮兵还真不如坦克 另外前线部队在自己携带重武器时 除了坦克 由于考虑到机动性和方便转移 其口径和数量都有很大限制 导致出现了火力不足的问题 且射程不够远 投送量不够大 除非为每名士兵都配置单兵精确制导弹药 并且数量还要管够 而这样做就会导致成本 后勤以及运输问题 性价比非常的差 这么多钱购买好多坦克了 而且既然都在前线战场了 坦克就能拥有第一手的战场资料 以及最直观的战场形式感知能力 可以说这是最实用的多功能战斗机器了 不仅是步兵的移动碉堡 前线版的炮兵部队 还是个能打能跑的观察手 为后方实时更新战场信息系 那么全能的武器 为何要将它的功能拆分开呢 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其五 坦克的集群突击战术已经落伍 可以由空军或者炮兵轰炸取代 说实话 谁都不能够保证已经将敌人轰炸干净 只要有一个侥幸存活的敌方机枪手 就能够在几秒钟内解决数十名步兵 而轻步兵想要击毙这个机枪手可不容易 完好的防御攻势 如果没有坦克盯着的话 轻步兵会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同样是占领一个据点 有坦克和没坦克的情况完全不同 双方势均力敌时防守永远比进攻轻松 如果没有坦克在前面充当掩体 顺便清理掉一些难堪的攻势 步兵根本无法去占领据点 总的来说 一直以来终结战争的永远都是陆军 对于进攻方来说 就算每天都驾驶飞机扔炸弹导弹 虽然造成的毁上效果很恐怖 可是幸存下来的人依然会继续反抗 只有陆军彻底消灭敌人 才能够占领领土 大家可以参考二战德国的闪电战 柏林战役都出动了大量地面部队 柏林战役 苏军也是依靠步兵和坦克占领了柏林 因此只要人们还生活在地面 坦克就不会过失 不会消失 德国陆军大将古德里安曾说过 如果坦克都无法进行战争突破 那么步兵就更加无法做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